好了,那開始之先 我們首先鼓掌多謝神 感謝主 我相信在連續16篇的2012信息 都已經給大家一個很暫身的世界觀 對於知識也好 對於我們活在世界裏面也好 不單止你對過去歷史有新的認知 甚至對於我們現時的時勢、新聞 或者將會發生的事都有一個新的看法 而你會看到我們連續去分享 過去這幾篇的聲頻創造 其實我們將會進入一個新方向 但在這次這個新方向之前 我們會有少少的重溫 譬如我們看見 就在我們這個星期 都見到 這一兩個星期都見到 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之前你會看到以色列的總理 內塔利亞會受到這個冷遇之後 你會看到同一天 奧巴馬馬馬馬上 24小時之內 他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 都相信他是基督的 你會看到在 我們現在所見的 所有的事態 其實在現時來說 是在加速的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說幾年前的事 所以幾年前的這些事態 我們一直一直去發展 但到今時今日 每個星期都有新的事態去發展 事實上我們看到 上次關於4794 事實上這種急發展 會連同神的審判 祝福 以及神的奮興 復興 一起臨到的 我們可以看看 以錯阿書第34章第8節 那裡就這樣說 因耶華有報仇之日 為錫安爭辯 有報仇之連 所以其實 當神的審判日子臨到的時候 其實是祂會為錫安爭辯 亦是有報仇之連 我們鼓掌多謝神仙 這個就是接下來 我們會在這段時間 急劇會見這些事態會發展 但在這些事態發展之前 我們要成為一個明智的人 這個就是為何會 跟大家分享2012的訊息 新聞創造 讓你理解 為何會有某些事件 它未發生之前 我們可以預知 它弱略會是這類型的事件 會發生的 現在你會看到 原來全部 都有跡可尋的 而在 事實上 我們講了這套訊息 已經十幾個禮拜 這十幾個禮拜 我們講的現在世界的局勢 我們講的現實 其實相對又正在變 你認識這篇訊息之後 你會看到 我們所認識的現實 其實就不現實 我們所認識的 其實是一個超現實 已經介入我們所說的歷史 但事實上 我們現在 就是這十幾個禮拜 有很多事態急發展 我想在這裏 今次這篇訊息 藉著重溫 以及講多一點 新的知識 給大家知道之後 下個禮拜 我們再拿起 24小時和48小時審判 然後我們會再 以一個新的方向去看 但有一點值得提 就算這次是重溫 大家也要知道 其實 石安教會 是每一篇訊息 都是被神帶領的 甚至 我們講的 每一篇訊息的時間表 都是預定了的 所以就算人們 雖然重溫 其實這些都是很更新的 預言性的資料 大家要留意 就好像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我們講 上個星期其中 講一點 關於4794裡面 我們會找到新藥 去引用 Cp117篇第一節 事實上 如果你理解當時 發現這一篇的Cp 和4794的關係 你就知道 其實當時 最第一個震撼就是我 為什麼呢 因為事態是這樣 事件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預備這篇訊息之前 其實當時剛剛 就是我去 預備完 講完Cp110 講完Cp110之後 其實我已經預備了 整個多月 Cp117第一和第二節 這些筆記 當我預備了這筆記 與此同時 其實也是預備 要在入營前 要錄這篇 我們 復活節 雞蛋節之後 所播的這篇主日 上一篇主日 其實是MusicCamp之前錄的 所以當我預備了 那篇訊息之前 我突然間 在剛剛那天 那天 就是什麼呢 那天就是介乎 我快要錄 詩篇117第一節 之前那天 我就想起 其實4794 在聖經裡面 有哪一節經文的數字 加上4794 我就想起 其實我立即找資料 跟他打電話 告訴他 你可不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當然他檢查完之後 他便告訴我 有這一節經文 其實就是4794的號碼 我立即告訴他 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快要錄就是這一節經文 你明白那個或言率 現在我們在上篇訊息 你會看到那個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或言率很低 即是那種巧妙 那種奇妙很低 但是 再當時來說 再加上我當時 將要就是錄這一節 你想想 全本聖經有萬節經文 我在當日 就已經預備去錄這一節經文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或言率真的很低 而實際上 你會看到 神所比我們這些對比 都奇妙得很驚人的 譬如像 在上次我們說 關於4794 你會看到 時間性 亦很吻合 因為我們今年才 踏入4794的 這個 認知 這個呼照 而並且 也是今年出牢 是否在93年 但同樣 或者大家都不知道 芝麻灣監獄 也是今年要拆的 而並且芝麻灣監獄 地址 或者你不知道是多少號 就是上星期 我講333這些 芝麻灣監獄 就是芝麻灣道 第三百三十三號 你想想 這個世界好像演戲一樣 對吧 我們現在的 全部都好像 我們電影部 夾出來的 但是 我們說的是真實 所以其實 我們這間教會 是很戲劇性的 就算現在我們說的 會一篇訊息 重溫也好 什麼也好 全都在整個時間表裡 你們所聽的 所以這次我們正式去分享 八個更新 而在這八個更新 當中又講一些新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八個更新 其實是十幾個星期之前 開始講的 但現在已經 你會看到 是變成很流行 很多人講的一個題目 已經 第一個題目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蜜蜂的死亡 現在已經開始公開了 開始越來越多人注意了 但是你要留意 這幾個星期開始 但是 之前我們開始講 2012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是來自 這個噴灑的現象 就是毒死很多蜜蜂 並且導致 現在的科學家所稱 叫蜂群衰竭失調現象 導致很多蜜蜂 它會是 一離開了蜂巢 不懂得回去 就剩下蜂蜂 在裡面餓死 極之大量的這些 養蜂的牆 大量蜜蜂消失 但是 如我所講 就會導致極之多靠蜜蜂 全花粉的這些農作物 也會大量失收 而事實上 你會看到有些人出書 去解釋 為何這些蜜蜂死 但是到最後還是沒有結論的 但是感謝主 我們比他們更早 去講這件事件 但是最重要 我們知道答案 和理由 因為理由 你不知道背後的真知識 真相 在整個陰謀世界當中的 所謂王者 你不知道的話 你根本有很多這些 解不通 而事實上 因為它嚴重到 它開始已經影響糧食 尤其是你會看到 在近期一些生態的照片 去拍蜜蜂的時候 都會看到 背後有些寄生蟲 以下你看現在這些照片 甚至是我們一位弟兄 他在發展拍的 一些蜜蜂的照片 背後都有這些寄生蟲 但是去年沒有的 你會看到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 一個很不可預知的變動 因為如我提過 蜜蜂當它全部死亡的話 其實人類就會進入大饑荒當中 而事實上 你能夠想像 現時我們是一個很差的環境 因為事實上 過去人類歷史當中 以及在 就算有人類歷史之前 按著一些心理學家發現 蜜蜂其實是最頑強的 在多惡劣的環境 它們都沒有絕種 但現在我們將要在 短短這一年內 就看到它絕種 你能夠想像 我們究竟活在什麼世代 你看到這些蜂滿 就是蜜蜂的膝 以前都不為人所知 但現在你看到很多蜜蜂背後 都揹著這些膝 而事實上 會導致蜜蜂的壽命減短很多 事實上 再加上蜜蜂 已經可以說 每一年已經是三成 四成五成 會消失的 所以你會看到 是真的按著 這個CPN 我們會親眼看到 在這兩年 蜜蜂就會在人類歷史當中消失 第二點要更新的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 這個2012訊息之前 都已經說了 已經說關於疫苗 世衛這些事件 那時候我們就說到 關於他們那種造假 豬流感那種的誇大 是吧 眜流感那種誇大 但現在你要看到 通曬天 就在這幾個星期 我們親眼看到 他通曬天 但又是我們 遠遠比他們 很多年已經說了 但我們就在 十幾個星期前 就在說這件事態 但你要看到 全部我們現在說的事態 世界就在我們說的事態 是急劇地變成的